是否有說還有一些主展議員還沒有誤會嗎 那市長有沒有看過 這次政府議長會選案牽引非常大的誤會 現在只是過一步而已 我們尊重司法單位的調查 我們也希望能夠接觸將整個真相調查 所以我指出將尊嚴將公道傳給我們 所以市長聽說還有一些議員會告出嗎 這部分我相信在沒有多久之後司法單位一定會這樣做 那現在郭行良副議長他是代理副議長 可是政府議長都覺得有些案例嗎 我想這個是令我們很幸福的事情 我們也希望兩黨的主席 他都應該嚴謹變得更加 那他有說採集金字就會變那股心嗎 很多團員都一定要進入的五千人 不是簡單三個計畫就可以說 那這製黨籍的問題